5 4 3 2 1 点火 2021年4月29日 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抓总研制的 中国空间站核心舱天河号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并顺利入轨 中国空间站建设的大幕就此开启 这就是咱们中国空间站的 1比100的一个缩笔模型 中间这个舱段是天河核心舱 从这开始转起 从这个节点舱 还有我们叫小柱段 还有大柱段 这样的话构成了这么一个天河的核心舱 这是天河核心舱的太阳电池翼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太阳能斑板 它的展开从太阳获得能量 杨红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 天河核心舱责任总设计师 您作为核心舱的总师 在过去的这几天的时间 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天河核心舱从4月29号11点23分 升空入轨以后 按照我们的飞行程序的安排 就是入轨以后进行了太阳电池翼的展开 然后随即建立了整个天河核心舱的工作状态 那么进入到了一个载轨的测试阶段 这个载轨测试阶段经过几天来的载轨测试 我们把天河核心舱的主要功能都进行了测试 目前测试的结果都是正常的 空间站是人类载人航天的最高技术体现 能够为科技进步和航天技术发展 提供巨大推动力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一直被排除在以美国为主导的 国际空间站的建设和应用之外 现在中国要在太空中建设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而天河号核心舱则是中国空间站落脚太空的基石 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核心舱入轨之后 它这个太阳能电池板要打开 入轨之后过了多久才能够进行这个打开的全部的工作 我们整个核心舱入轨以后 太阳电池的我们叫太阳电池翼 它的展开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境 天河号核心舱的太阳电池翼的设计 因为考虑到了要载轨能够可展可收 所以这太阳电池翼的入轨后的展开的环节 就比较复杂 那么它的展开整个过程将持续40分钟 太阳能是空间站载轨能源获取的重要途径 天河号核心舱配有两个大面积的柔性太阳能电池翼 负责在扬照区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供整舱应用 同时为蓄电池储存能量 以便核心舱飞至阴影区时使用 之所以叫太阳电池翼 是因为它真的像翅膀一样可以伸展收缩和转动 从设计角度来讲的话 由于空间站要再过运行十年 那么这个期间里头 不仅要保证电池系统高可靠稳定的工作 还要考虑到如果受到空间碎片的撞击 那么你还要能够可以收拢 再更换一个新的 为了实现这个可展收 就不能采用传统的钢性 或者半钢性的盘板的这种结构形式 就必须采用这种柔性的太阳电池翼 相当于什么呢 形象说有点像折叠扇 折叠扇我们这个基板 粘电池片这个基板是柔性的 然后这样以最小的体积 最小的重量代价 可以获得最高的一个展开的面积 使得我们的发电效率更高 中国空间站工程在今明两年 将接续实施11次飞行任务 包括三次空间站舱段发射 四次货运飞船发射 以及四次载人飞船发射 并依次围绕核心舱完成组装建造工作 这样高密度任务 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中从未有过 11次任务缓缓相扣 一系列关键技术需要在天上验证 并进行分段评估才能进行下一段建造工作 进而决定下一步走向 可谓是步步惊心 空间站建设的大幕已经开启了 让这个过程要多久 我们要持续多久 这个任务才算完成 经常会看到一些报道 说开启了我们空间站的时代 那么这次天河核心舱 是作为空间站阶段的首发 核心舱入轨以后 并不等于说我们的空间站 就开始柱状建造了 它所要面临的是 首先要有关键技术的载轨验证 也就是说我们含有几项关键技术 在地面由于有重力的影响 不能够完全地真实地在地面 进行营造出微重力的环境 所以还要在天上 我们进行载轨的关键技术验证 所以我们天河核心舱 路轨以后的话 很长的一段时间 要做关键技术的载轨验证 而这些技术都是在地面 是没法完全充分验证的 比如 比如说航天员的这些 能够成为物质流循环当中的一环 能够完全按照这样的 物质流循环的规律 达到预期的指标 能减少地面的氧气水的 这些补给 那么这个预期指标 是不是能达到 也是要有一个天地之间的 差异性的 那么关键技术验证 这个阶段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对天上的核心舱 要做一次载轨的评估 是不是达到了 可以长期载人 和开展大量科学实验的 这样的能力 这得过多久啊 两年之后 没有那么长 是估计呢 也就是在一年左右的时间 建设空间站的过程 就像搭积木 核心舱是第一个 进入太空的舱段 是第一块积木 也是整个空间站 最基础 最核心的部分 是整个空间站的 控制功能核心 除此之外 还配置全套生命维持装置 和一定规模试验设施 支持航天员长期驻流 以及科研所需的 全部物质条件 可以说是从居住区 工作区到科研区 一应俱全 您跟我们说说发射顺序 就是他先上 首先把核心舱 发射入轨升空 然后呢 再发射我们的天舟 呼应飞船 和神舟飞船 进行载轨的 关键技术验证 就是第二步是发射天舟 天舟 呼应飞船 天舟二号 运上来的东西 是航天员的 生活的一些补给 然后呢 我们的维修的备件 还有什么呢 科学实验的一些设备 都要天舟运上来 往往它都是在什么呢 神舟飞船上天之前 天舟呼应飞船 首先要先于战人飞船 发射升空 叫兵马飞动 两场先行 那么运送上的货物 进在里面以后 就安装 由航天员安装到位 或者是做科学实验 有的呢 吃的喝的消耗掉 那么完成任务以后的话呢 天舟呼应飞船干什么呢 我们把在空间站当中 产生的废弃物 用我们说的垃圾 这些要存放到 呼应飞船当中去 然后在呼应飞船呢 它的任务和使命完成以后 它要脱离空间站的时候 它并不返回地面 而是返回大气层 要烧毁了 所以它带着空间站的几些垃圾 然后返回到预定的海域 然后呢 就进入大气层当中烧毁 那就是说天舟来一个 运来 它带走垃圾 那它就自行销毁了 对 所以说天舟目前的呼应飞船 主要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未来的话呢 我们会将开发 可以返回的呼应飞船 这样的话呢 我们现在目前的上行能力 已经很强了 但是我们返回下行的能力来讲呢 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展 所以将来呢 在新一代的呼应飞船的研发的话呢 就将来可以把更多的 一些科学实验的一些产品成果 可以带回地面 这个天舟运来 不仅是飞船 就是航天员需要的 那就是整个的这个航天器 作为一个空间站 它作为一个整体 它需要的东西 燃料需要它带上来 天舟货运飞船对接上来以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重要功能 就是给空间站来补加燃料 它带着推进机 带着燃料 它对上以后就像空中加油一样 而且这个过程是自动完成的 这个自动 粘上就开始加油 对 接上以后呢 这个管路就自动连通了 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源源不断的 给空间站进行燃料的这个补给 这样的话呢 它能使空间站长期稳定的 能再回运行 最长它多长来一趟 正常情况下就是八个月 补给一次 要长于航天员所在的这个六个月 对对对对对 按理说来讲 补给来讲呢 是一个周期性的 有时候长 有时候 需要就可以来 需要就可以 这样的话呢 航天员的话呢 是每个六个月换一次份 现在我们目前的最 最长的这个助流人天数 含着六个月 来进行这个实验和考核 天州二号货运飞船 把粮草供给和燃料 运达空间站后 接下来要发射的 是载人的神州十二号飞船 据了解 三名航天员组成的飞行程组 将成为天河核心舱的 首批入驻人员 载轨驻留三个月 神州飞船 把航天员运上去 进行载轨的 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一共要发生 两个天州货运飞船 两艘神州飞船 再完成关键技术的验证 要试验两次 对 一次呢 航天员组留三个月 另外一次呢 航天员组留六个月 这样的话呢 来验证我们核心舱的 载轨的关键技术 在关键技术验证完以后的话 要载轨进行评估 评估说可以进行建造了 那么再从前向这个口 这样对接这个 实验舱一 从这上到 也前向口进行对接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转位机构 把它转位到侧向的 转位90度侧向 进行对接 这个对接就这 以后的话呢 就形成了永久的停泊 叫侧向的停泊口 同理 在发射实验舱二 也是从前向这个地方 对接上来 然后再转90度到停泊口 永久停泊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 T字形的一个构型 它们两个是同期发射 还是先后发射 先后发射 但是间隔很短 那它们都是带着 电池翼上来的 对 它们都是可以是 独立的航电器 可以独立的飞行 和自主的交汇对接 能够对上去 跟空间站先期载轨运行的核心舱 形成一个载轨的组合体了 第一个乘组是从这来 那如果乘组它交接 有一个叠 它有一个交替的时候 那这个航天器 那那个飞船是在这 每一组航天员 乘坐一艘载人飞船 然后飞往空间站进行对接 然后在上面工作和生活 一般的周期是六个月 在六个月行将完成的时候 第二艘载人飞船 还搭载三名航天员 再飞天上来 就从境外一个口对接上来 这样的话呢 两组航天员共计六名 可以在空间站当中 短期地进行交接班 您当时设计 为什么让它们还要交接十天 为什么不长一点或者短一点 交接班是一个正常的 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那为什么要同时待十天呢 就比如说交接 可能一天我就可以走了 为什么要让他们在一块 有十天的时间 这里有多层含义 第一个人来讲 上一个圣组和下一个圣组 这个交替 要包括的 它一些实验的一些造料 生活的一些造料 也要工作的什么的 要一个交接 这是一个第一个需求 第二个来讲的话 也是验证一下 我们空间站 对于多人的情况下 我们支持能力怎么样 多人进驻以后 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我们同时这也是一项实验 我们可以六个人 十天的这个在会的 进行工作和生活 六个人到头了 不能再多了 现在目前维持 我们的设计能力 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 来设计的 同时这个六个人 在天上的时候 交接这十天 这交班 也是给我们做一个多人 更多人数在空间站的 一个新的一个实验 一个考核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飞船 把人送上来之后 它是回去了 还是说一直在这个核心舱上 捆绑着 这个船始终要停留在 这个对接口这块 因为它什么呢 也还要做一个 应急救生的飞船 一旦有任何的危险的 不安全的这个因素 危及到航天 生命安全的航天员 要迅速能够 进到飞船当中 返回到地面 所以在空间站当中 只要有航天员 那么神舟飞船 是必须对接在上面 这是确保它的安全 那个实验舱一呢 有一个专用的航天员 出舱的一个气杂舱 我们三舱 T字形构型建完以后 航天员就平时的出舱 就从那个地方出舱了 1992年9月21日 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实施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 921工程 工程确定了三步走战略 而建设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是战略的终极目标 也就是在这一年 29岁刚刚在中国空间 基础研究院 获得硕士学位的杨洪 被调入中国载人飞船 总体室 从事飞船研制工作 比如说96年 我们神舟飞船的第一次座面联事 当时这个总体负责人是我 这个时候应该讲 我们的航天武院 给了我很大的一个舞台和平台 把这样一个重担交给了我 才三十出头 对 因为那个有很大的难度和挑战 因为第一次把神舟飞船 相当于把400多台电子设备 要在桌面上构成 连成一个系统 那是刚开始 是连不成一个系统的 这不能按照一个 特定的飞行程序 能够飞行地走起来的 动起来的 甚至说我们连一个接口 连一个不同一个 连一个不同一个 都不能构成一个整体 您告诉我 就是把那些电脑都连起来 那项工作 给今天电了一个什么样的基础 应该讲 从神舟飞船 这么复杂的一个 载人航天器来讲 那就第一次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一个系统 构成在一起 这相当于人的一个神经中枢 这个神经中枢打通了 形成体系了 能够运转了 当时96年的作美联士 起到了就是这个作用 持续了九个半月 而它也奠定了 我们初样电性飞船的 一个基础 后来电性飞船 改造成了神舟一号 所以这个也是奠定了 神舟一号 飞行实验成功的一个基础 从1999年到2002年 中国先后成功发射了 神舟一号 神舟二号 神舟三号 和神舟四号无人飞船 杨红也从工程师 成为了飞船总体的 副主任设计师 也就是飞船的总体负责人 这其中 他体会过奋斗的艰难 成功的喜悦 也遭遇过挫折 比如神舟三号 神舟三号 我们进入到发射厂 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们就发生了 我们的电链接器 有一个节点不通的这个问题 后来我们一查 这个电链接器 是有致命性的设计缺陷 再一查 我们半年前就有过这样的问题 而我们没有当回事 把它就换一个新的 就了结了 所以把这种隐患 就带到了发射厂 那次撤厂了是吧 应该说千军万马 进入发射厂以后 全部撤回北京 这是我们应该讲 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撤厂 对我们的触动太大了 这只是表面的一个触动 真正的触动来讲 还是让我们深深认识到了 载人航天 这个没有小事 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实际上是在我们 每个设计师的手里 但是我们如果 当中某一个环节 某一个人的 一个具体的工作 做得不到位 那就有可能造成 整个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一个有问题的电连接器 导致神舟三号暂缓发射 随之而来的是 载人航天标准的 认识和设计改进 这件事情的 我们整个航天五院 所有的人扣发了军港部帖 8% 我们载人航天的队伍 扣发了15% 我本人扣发100% 您为什么要承担这么大责任 因为我是总体的 副主任设计师 我是负责 神舟三号的 总体负责人 那么这个责任 由我来负 杨总我问句 外行人的话 就是发现的问题 如果这个零件坏了 连接器坏了 我换上一个好的 这是很正常的思维方式 对 为什么为这个正常的思维方式 要做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这就是我们 就是由此呢 我们深深认识到了 载人航天的标准 不是说随便说的 这件事呢 让我们的体会非常深 具体展开说是什么呢 就我们每发现一个缺陷 必须把它要做失效分析 要搞清楚这个缺陷 这个问题 它所产生的机理是什么 是不是就只仅是一个 接查件出现的问题 还是说这一类接查件 都有共性的问题 当时我们做了解剖分析以后 发现这个接查件的设计 就存在有致命的缺陷 它本来是个穿墙而过的 这个检查件 电力接连通性的 结果它设计成了三段 三段针 有点像三节棍 中间就有接头 接头就会接触不好 那么这样的结构 我们整个飞船用了77支 这77支都存有这样的隐患 而这样的隐患 是不能带上天的 一旦在天上发现 发生了这个信号的传输 时通时段 甚至说中断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 这个传毁人亡的这种事故 也就是说 在你们在人航天这个领域 不是说坏了 我换一个好的就行了 对 我一定要保证它 在我的可控范围内 是都好的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说 对任何一个缺陷 都不能放过 一定要把它 按照我们的五条规定标准 就是必须把它搞明白 做实做透 我们的五条原则是什么呢 是问题发生定位准确 机理要清楚 问题要复现 然后措施要有效 最后还要举一反三 这五条标准 去对待每一个问题 才能够做到零缺陷 零故障 零一点 这就是在人航天的标准 在经过神舟一号 到神舟四号 四次无人飞船 安全发射和往返太空 与地球后 2003年10月15日 神舟五号 在人飞船发射升空 杨立伟成为首位 进入太空的中国航天员 两年后 2005年10月 搭载着费俊龙 聂海胜 两名航天员的 神舟六号飞船 再次成功往返地球与太空 完成了多人多天 航天飞行的任务 神舟六号 当时是两人多天了 就不是一人一天了 多人多天里面 这里面的变化来讲 就是说 一个是乘员的人数增加了 那么再一个就是说 在航天员 不仅是只在返回舱 要再进到轨道舱 要进行工作和生活 轨道舱的 相应到航天员的生活设施 就要配套完整 那么航天员在返回的时候 要进到返回舱里面 所以返回舱门就要关的 要可靠安全 这个舱门如果关不好的话 对航天员的安全是致命的影响 那么多人多天里面 要考虑到的事情 要比这个一人一天的话 要考虑的事情要多得多 在神舟五号六号成功发射 能够把航天员安全地送上太空 并能安全返回后 中国载人航天进入三步走中的第二步 2006年天宫一号正式立下 其目标是在太空建立中国的第一个太空实验室 杨红担任天宫一号的总设计师 这是天宫一号了吧 天宫一号要相对神舟飞船 要达了很多 它有15个立方米 而神舟飞船只有7个立方米 大家经常搞混一个概念 以为空间实验室就是一个空间站 其实空间实验室只是一个国度 验证空间站的一些技术 它的寿命远远没有达到空间站所要求的 最关键是航天员的生命保障系统 它是非再生的 是完全靠地面要补给的 它就是一个过渡 就是一个过渡 目的还是为了它 对 我们目的就是 在人航天三步走的终极目标 就是建设我们中国的空间站 打造中国人的太空实验室 尽管空间实验室只是一个过渡 但这个过渡至关重要 必不可少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要在第二步中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 空间飞行器的交汇对接技术 发射空间实验室 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这个天工一号对于神舟六号来说 是顺理成章的往前迈一步 还是说另拉队伍要另干的 从研制流程来讲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从技术的方向来讲完全是两个方向 因为天工一号它是一个空间实验室的概念 它不是一个像神舟飞船是一个天地往返运输工具的概念 神舟飞船是短寿命高可靠 因为就是运送航天员的天地往返运输工具 而天工空间实验室乃至于它为空间站所打下的技术基础 就是验证在天上要停留一个实验室 将来要有一个空间站长期再稳定的运行 可以短期地进行科学实验 这样的一个完全是两个技术途径 那对您来说您要改路线了 这里面的难度有多大 这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又是一个挑战 同国外的同类型的空间实验室相比来讲 我们天工一号面临的挑战是比较大的 比较典型的来讲就是说 比如说苏联的和美国的空间实验室 苏联的是礼炮号空间实验室 它们的重量都在18吨以上 然后美国的天空实验室 是在土星五号基础上去改装的 是有77吨 当然它的功能还要多一点 那么当时我们受我们国家的运载能力 只有8.6吨的限制 那么天工一号要在8.6吨的重量的范围内 要实现空间实验室的功能 所以我们通俗地说 面临着一个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的这样一个难题 所以重量和空间的约束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强约束 就把什么呢 我们的载人环境 我们的结构 我们的环境控制 热控 这些专业都要采用这种的多学科的 这种融合的设计 做成高集成度的 把航天员纳入到我们的整个 闭环的一个控制回路当中去 然后这样的话呢 提高我们的集成度 2011年9月 在正式立项五年后 中国天工一号成功发射 并进入预定轨道 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发射的第一个目标飞行器 中国第一个空间实验室 对您来说 总是五年时间完成这些 时间上够不够 当时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一方面是时间上的压力 一方面是技术上的这些挑战 还有就是工程上的 我还是深深地认识到 天工一号呢 对于载人航天第二部 验证空间交汇对接的 关键的一环 是必须要首发成功的 为什么呢 天工一号首先要发到天上去 它要等待神州八号 九号 十号的交汇对接 航天员才能够进驻 才能够开展工科学实验 才能够突破我们这个 在上海面第二部的 这些关键技术 如果天工一号首发不成 那我们第二部整个任务 就全都泡汤了 所以天工一号的压力来讲呢 当时我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 有什么可能是不成的 我作为总设计师 就是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确保成功 而确保成功 要落实到具体的一些行动上 这类行动上就是靠技术方案 靠技术方案的优化 创新 然后还有就是开展 大量的长寿命的高可靠的设计 然后还有大量的地面实验严重 所以等等的这些工作 是当时我跟我们的研制团队 一起连续分在了这五年 2011年11月 神州八号飞船 与天工一号完成刚性连接 形成组合体 这是中国首次进行 交汇对接航天飞行任务 2012年 神州九号航天员 景海鹏 刘旺 刘洋 首次验证手控交汇对接技术 与天工一号实现对接 扣开了中国首个太空家园的大门 2013年 神州十号航天员 聂海胜 张小光 王亚平 登顶天工一号 王亚平站在世界最高讲台 首次开展太空授课 2016年 神州十一号航天员 景海鹏 陈东 在天工二号空间实验室 驻留30天 首次实现中国航天员 中期载轨驻留 2017年 天州一号货运飞船 与天工二号空间实验室 成功对接 并成功完成首次推进剂 载轨补家试验 标志着我国建成了 空间站货物运输系统 也正式扣开了 中国空间站时代的大门 就在天工一号成功发射的2011年 杨宏开始担任中国空间站系统总设计师 如何实现从空间实验室到载人空间站的迭代和升级 成为杨宏和他的团队重点思考的问题 您看现在举国上下都在说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科技被人卡脖子的事情 那我想既然在很多领域都出现这个问题 在航天领域恐怕你们也面对过 有一些核心技术被别人卡脖子的时候 你遇到了你们又怎么办 这个可以说呢 空间站的这个设计之初的话呢 我们其实就做好了这种受国外封锁 或者是卡脖子这样的一个准备 那么比如像元器件 元材料 像这些的话呢 在我们的项目启动之初 就提前做了布局 这样呢去规避一些技术上的风险 比如说我们空间站要传输 要有高速的科学实验数据要传输 那就要用到高端的宇航级的 这种高速处理的芯片 那这些芯片我们就提前布局 立足于我国的力量来自主去研发 等我们提前布局研发出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彻底地打破了美国的这个封锁 也就是说一开始也就没考虑到 依赖国外的这个进口器件 当时如果这个高 到宇航级别的这个高传输功能的芯片 如果要是能买的话 买得来吗 想买买得来吗 应该说我们是买不来的 所以开始报定了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干 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实施的过程中 距离地球400公里近地轨道上的 国际空间站于2010年开始全面使用 这是一项国际太空合作的计划 以俄罗斯和美国为主导建设 曾经有19国的宇航员乘坐美俄两国的飞船 造访过国际空间站 但201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沃尔夫条款 冻结了中美官方航天合作 中国被国际空间站拒之门外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 我们不能永远的是跟在别人的后面跑 甚至说我们在跟在别人后面跑 人家也不带门玩 所以必须得要我们独立自主地去发展自己的 其实就是说国外的长期封锁 反倒倒逼了我们的自主创新 那这种倒逼会进行什么样的推进 就一开始咱们谈到的就是说 整个中国站人航天车走的路子 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这个路子 那我们就立足于我们中国的力量 来自主地进行研发 这个呢我们很多技术来讲也买不来 在这个里头当中的话呢 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的一个设计思想 这个设计思想呢我再重复一遍 就是独立自主 创新引领 体系保障 规模适度 留有发展空间 这个当中很重要一点是什么 体系保障 体系保障里头有两层含义 往大了说 我们整个站人航天工程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 是要举一国之力 也就是发挥我们国家新型举国体制 全国大协作集中力量半大式的一个制度优势 我还小了说我们航天的一整套的体系 比如说我们的产品保障体系 我们的设计规范 设计标准的体系 这些体系可以指导我们航天系统内 航天系统外 来自全国各个领域齐心协力按照同一套标准 同一套规范来完成我们空间站的这个工程任务 所以从大的方面说靠我们的体制和制度优势 小的方面说靠我们的航天的体系的优势来组织好 空间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考验的是一个国家在多个领域 多个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制造能力 未来建设完成的中国空间站的总重量 比现在正在运行的国际空间站轻 在拿中国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做比较时 很多人都关注到了这一重量上的不同 我们不比规模比效益 也就是说我们发展空间站的目的是支持 大规模的开展空间的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 比如说在重量占比上来讲 我们科学实验所拥挡的设备的重量 比起总重量在讲的占比 那我们相对来讲是比较优的 那么我们在供电 我们整个的发电功力当中 我们所用于科学实验的供电的支持 也相对是比较高的 我们中国空间站是属于后发 那么这个后发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得益于什么呢 我们很多基础在发展 所以我们的建造周期 是可以大大的压缩缩短 我们的运营成本 我们吸取之前的这些 国外的空间站的这些经验和教训 我们最大限度的降低 我们的组装建造和运营的成本 然后最大程度的去支持科学实验 所以我说可能无论说 大到一个国家 小到一个行业 再到一个企业 还要到一个个人 应该想 应该靠实力来说话 只有有了实力 才有了话语权 中国未来的空间站 天工基本构型 由核心舱和两个实验舱 三个舱段组成 每个舱均重达22吨以上 这种三舱构型提供三个对接口 支持载人飞船 货运飞船 及其他来访飞行器的对接和停靠 如果说最早的神舟飞船 相当于一辆轿车 而天工一号和天工二号空间实验室 相当于一室一厅的房子 那么到了空间站 则变成了三室两厅 带储藏间的房子 无论是空间实用性 还是舒适度 都将有质的飞跃 就是未来 这就是全景了 如果再扩展 再拓展还有没有可能 有空间 所以说刚才看到了 这是前面一个对接口 下面有一个 这叫前向口 这叫静向口 后面叫后向口 那么神舟飞船 可以对接前向 也可以静向 也可以是后面 都可以的 那么我们扩展 是在前向口这个地方 从前向口里面 可以再扩展第四个舱 第四个舱就由T字形 变成十字形 这样 然后第四个舱又同样 带一个这样的节点舱 这个节点舱还可以 再拓展两个舱段 就变成了干字形 就是这是一个 这是到这了 第四个舱到这 十字形构形 十字形构形情况下 还可以在左右两侧 还可以再拓展两个实验舱 这样就变成一个干字形的结构 就是两个核心舱 相当于 两个核心舱谁是打的 依然是以原来的核心舱 是所以的 那就是即便是两个核心舱 那一加还是一加一 一加一等于一 一加N还是等于一 也就是说 无论多个航天 在一起进行组合 始终要有一个核心舱 来统一进行控制 那么对接上来的航天器 一般都处于停号模式 停号模式以后 它把它的一些资源 可以都给大家来贡献 那样统一接受 核心舱的指挥业控制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能做到 什么的跨舱段 和跨航天器的系统的融合 中国空间站预计于 2022年建成并投入运营 设计寿命十年 而早在2016年3月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就与联合国外空司 签署了利用中国空间站 开展国际合作 谅解备忘录 商定利用中国空间站 为各国提供科学实验机会 并在未来 为他国航天员或载核专家 提供载轨飞行机会 因为这个空间站这个概念 很长一段时间 对中国人来讲 觉得太遥远了 因为它对我们来讲 它就是一个概念 出现在影视作品里面 出现在科幻作品里面 但是现在它变成了一个现实 所以我也想知道 您作为身处其中的 一名科研人员 就这个概念 是不是曾经离您也很远过 92年之前 可能我觉得离我 还是很遥远的 但是92年进入到 载人航天工程以后 因为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 三步走发展战略 是92年党中央确定的 那个时候其实就知道 我们战人航天的三步走 一步一步地 我们的发展的终极目标 就是建设我们中国的空间站 经常有人跟我讲 你要充分认识到 每一步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其实来讲的话 我真正深陷其中的时候 才真正体会到 什么叫艰巨性和复杂性 就不干航天 不知道什么叫难 什么叫复杂 对吧 但是呢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我们那个成功的话呢 是靠无数的航天人 他们每个人的工作 每个人的奉献 没错 每个人踏实的工作 去保出来的 老一代航天人 已经把接力棒 交到我的手里头 对我们空间站工程 任务的这些考验 那么我要有一个 乘上起下的一个责任 我们的平均年龄 现在是37岁 我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但是我的年龄 真的拖了后腿了 先生 我们的这个运载火箭 叫长征 对于中国航天来说 走的每一步 走的这条路 就是长征的路 是这样的 这次呢 天河和阴舱 4月29号发射以来的话呢 大家经常说的 就是开启了 中国空间站的这个时代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天河和阴舱发射 只是我们新的开始 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刚才我谈到了 天河和阴舱要载轨 进行关键技术的多项的验证 然后验证过后 还要载轨评估 才能进行组装建造 组装建造完成后 还要开启10年的长寿命 通过航天员的维修维护 延寿还要更长的时间 那我们后面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